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对乌克兰发起攻击 俄军春季攻势已经打响 等地时间16日 乌克兰总统斯林斯基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专家认为 目前俄军确实正在多个方向对乌军发动进攻 同时乌军也在进行春季反攻的准备 俄自有媒体18日报道称 俄军的攻击已经从不同方向进行 并获得战场主动权 俄乌双方在巴赫木特地区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 到目前为止 俄军还没有完全包围这座城市 但从东部北部和南部绕道 切断了乌军四条后勤工艺公路中的三条 该是通往斯拉维杨茨克的公路被俄军火力控制 双方仍在展开激战 俄军还攻占了哈尔科夫州的 格里亚尼基夫卡居民点 同时在赫尔松方向 俄军也在采取积极的进攻行动 俄黑海舰队兵力在集结 这可能表明俄军准备在扎波罗热方向发动新进攻 并打算在黑海沿岸登陆 俄军史专家尤里·克努托夫认为 近日西方媒体不断报道 俄军即将发动春季进攻的信息 目的是为了让西方国家加快向基辅提供武器 乌克兰也向全世界表示准备发动反攻 他说俄军有可能在2月底至3月初攻占巴赫木特 由于泽连斯基下令禁止乌军投降 及当地有大量外国雇佣兵俄军推进缓慢且困难 目前俄军的主要目标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据俄联邦新闻通讯社18日报道 俄陆军前总司令弗兰基米尔·博尔德列夫表示 俄军发动进攻的主要目标是控制整个顿巴斯地区 而下一步的行动将取决于乌克兰的行动 俄军不会在整个战线发动进攻 可能会在一两个主要方向发动进攻 乌军正在等待西方国家的重型军事装备和弹药 俄军可以实施先发制人打击获得战场优势 让乌军计划中的春季反攻陷入混乱 书里金认为 俄军要想取得这样的成功 就必须在前线对乌军拥有3到4倍的战术优势 以及在弹药和作战装备方面的决定性优势 而要取得战略成功 就需要在兵力装甲车和火炮方面拥有对乌军1.5倍或2倍的优势 核战地记者罗曼诺夫城 核军的决定性进攻可能在2月21日至24日全面展开 核军是专家弗拉基斯拉夫舒里金城 目前乌军部队在巴赫木特 阿弗吉耶夫卡 马里英卡 乌格列达尔和库皮扬茨克附近的防御战中受到限制 因此现在是核军发动进攻的好时机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9时报道 美前中情局局长彼得雷·乌兹预测乌克兰军队将进一步反攻 他对有关俄罗斯大规模进攻的说法持怀疑态度 他不认为这是对所有战舰的攻击 他说俄军出动的军人很多 但他们不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 军事经验不足 他同时对乌军表示钦佩 他说在5月底至6月初 当乌军很可能进行反击时 将展示完全不同的作战技术水平 乌军完全可以实现作战行动的一致性 这种情况不会演变成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实际是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前顾问阿列克谢阿列斯托维奇预测 乌军部队的反攻将比预期更早开始 一位匿名军事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从目前情况看 西方媒体和战略界普遍预测 俄军穿迹攻势的首要攻击焦点将是巴赫莫特 巴赫莫特虽然对俄军攻占顿巴斯地区的全局战士 具有的影响有限 但具有相当的象征意义 毕竟双方围绕巴赫莫特的争夺已超过半年 拿下巴赫莫特不仅能够为下一步进军 斯拉维·杨斯克等城市奠定基础 更能有效打击乌军士气 然而巴赫莫特之战注定将非常艰苦 开地的攻防战将是外界观察 未来冲突走向的一个重要视角 相较于荷罗斯媒体关于对乌军事行动的乐观估计 西方战略界普遍认为 合乌冲突不太可能在今年结束 尽管双方都在各自准备攻势行动 但战时出现一边倒的可能性并不大 双方都难以获得明显胜势 保持持久僵持将是大概率实践 其俄军难以再占领新土地 乌军也难以夺回被俄军控制的更多领土 任何一方依靠战场的绝对胜利 来结束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唯有通过谈判才能结束冲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